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的菜马桶民进党混蛋政府 他昨天晚上突然宣布 他决定跟台湾国产高端采购1000万剂疫苗 那为什么我说这个消息是非常不幸的消息呢 因为不管这个国产高端疫苗 它的效果是多么的好 多么厉害 打了是不是会上天会飞会跑 或是说背后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炒股票 但是呢他就不管你了 你就非等国产高端疫苗做好了以后 你才有疫苗可以打 不管郭台铭也好 或是张亚中也好 或是星云 或是不管任何各界 他们现在想要捐疫苗给台湾 通通不可以 因为全台湾人就是要等民进党 你们指定的高端疫苗 真他妈可恶透顶 民进党这个垃圾政府 现在已经不是用骂的或是用干架的 就可以阻止他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都什么血骨眼的都死这么多人的 结果呢 他们现在心心念念的 还是想着怎么炒股票 怎么可以赚钱 像这样的垃圾政府 老百姓要是想自救的话 我觉得除了用暴力把民进党推翻以外 不可能再有任何办法了 看看菜马桶以及民进党那帮无耻的官员 他们为了贪污 为了掩护自己的利益 不惜炒高端的股票 用谋财害命的办法 想要毒坏台湾老百姓 而且呢 还不准别人批评 还不准别人查案 更不准人家进疫苗 现在好了 眼看着老百姓怒火压不住了 天天都有死人 天天都有老百姓痛忙他的状况下 他的态度不但不是软化 或是符合老百姓的要求 反而是触动绿色网军 想要去抹黑那些批评他们的人 现在在网络社群上出现了一个叫什么小商人的网军 大家听清楚 这个网军叫做小商人 他利用社群媒体散发一个消息说 连圣物哥韩国瑜的亲信都持有高端的股票 而且还故意带风向的告诉大家说 他们的股票换穿成市值价值惊人 然后在完全没有查证下 就让这个混蛋小商人的消息 让民进党那些不要脸的绿色媒体疯狂转载 继续去洗脑那些还支持民进党的白痴们 请问一下你这个混蛋小商人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当你看到民进党 你们自己的民意代表都说 民进党里面有非常多人在炒股票的同时 你不去抓这些人 你反而把这个脏水泼向连圣物跟韩国瑜 难不成你一直是想告诉大家说 菜马桶跟民进党那批混账官员 他们辛辛苦苦的一天到晚 为高端疫苗护航 一天到晚要谋财看命 不让老百姓寄疫苗 他们从头到尾 所有的目的 只是要帮连圣物跟韩国瑜炒股票 这就是你的逻辑 妈的菜马桶大发散心 会帮韩国瑜跟连圣物炒股票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天下红雨了吗 还是菜马桶的博士学位 已经被动物园的猴子证明 那是真的 要不然你怎么会讲出 这么混账又可笑的逻辑 所以你也不要急着先去问你 那些绿色支持者 相不相信你的逻辑就好了 我建议你赶快先回去问你妈 他是不是跟一个畜生结合以后 才剩下你这个 不要点的混账野种 要不然像你这种逻辑 你这种智商 根本就不像一个正常人类 他所会讲出来的话 以及做出来的事 我就这么说你哈 小商人你给我听好了 什么小商人 人三小啦 有种你就站出来告我 我就说你是一个混账王八蛋 我就要让你露面 让这个世人看看 真正的畜生 到底长什么样子 所以侯友宜啊 我也劝你 不要什么苦苦 哀愁或者哽咽的 叫菜马桶给老百姓打疫苗了 向你中用哭的用贵的 叫菜马桶大发善心 给老百姓活路的这种哀兵政策 面对铁石心肠 面对根本就不把老百姓 人命当一回事的菜马桶 怎么可能有任何效果 我可以告诉你 在菜马桶那帮混淡的贪污集团 他们没有赚到钱以前 老百姓休想打到疫苗 就算老百姓任何要打疫苗 也必须买他们进口的疫苗 因为从头到尾 防疫根本就不是他的目的 赚钱才是他的目的 像这么简单的道理 难道你现在还搞不清楚吗 所以呢 你们这些县市首长 不要再哀求菜马桶 也不要再跪求他 包括小燕姐 很抱歉 我必须告诉你 你也不要认为 虽然你身为综艺大姐大 但是呢 你觉得你的跪求 就会对菜马桶 以及民进党那帮混淡们 会起到任何作用吗 我可以告诉你 绝对不会有任何效用的 像这种 眼里只有金钱 眼里只有利益 根本心中没有老百姓 也不会把老百姓的生命 当做一回事的混蛋政党 你用跪求的方式 就希望他改变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有以暴自暴 用暴力的方法把它推翻 老百姓才能自救 要不然大家就等吧 看等到猴年马月 看等到天长地久 看等到什么时候 老百姓才有疫苗可以打 要是你们这些 不要脸的民进党侧异 还有1450网军们 到现在还在欺骗老百姓 还要带风向 告诉老百姓说 哎呀 不要打什么进口的疫苗 那个不安全 那是中国的 最好是还是等 民进党政府 核可的高端疫苗比较好 假如民进党还带这种风向 而你们那群支持他的白痴们 你们还相信的话 到时候你们打了以后 你们家死的人 你们就自己负责 自己活该了 现在国际的疫情日益严重 英国以及印度的变种病毒 已经开始在亚洲肆虐 要是到现在 老百姓还是任由民进党 这种祸国殃民的垃圾政党 用专制独裁的行政命令 不让台湾的企业 进疫苗救台湾老百姓的性命 只强迫台湾的老百姓 花自己的钱 买这种根本达就不靠谱的 国产疫苗 像这种攻来谋财害命 而且还是用老百姓的钱 来谋财害命的 垃圾政府跟垃圾做法 难道老百姓 还要任由他 继续祸国殃民下去吗 要是台湾老百姓 还不觉醒 还不起来自救 还不起来反抗这个垃圾政府 还让民进党这个政府 胡作非为 让这个没有用的国产疫苗 顺利还可以施打的话 那我可以告诉各位 下次民进党 他们就可以公然的进毒品 来毒害台湾老百姓 中美洲跟南美洲 有很多国家 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 变成毒品王国的 亚洲以前最有钱的国家 叫菲律宾的 他又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堕落到 到现在只能靠他们老百姓 用劳工用劳力 输出到其他国家当外劳 来赚万会 来养活菲律宾这个国家 这些国家是怎么回事 他们是做了什么事情 才把自己一步一步的 从一个富有的国家 变成一个既贫穷又落后 又让人家看不起了地区或国家 是什么原因 就是因为老百姓太蠢 太愚昧太无知 任由政府跟地方势力 欺压老百姓 而不做任何反抗 才造成这些老百姓 一步一步走向落后 以及灭亡的地步 台湾要是以后 也沦落到像这些国家一样的地步 那凶手不是别人 就是民进党这个垃圾政府 以及支持他的那些混淌白痴们 因为你们太蠢 太愚昧 太纵容民进党政府 才造成这样的后果 妈的菜马桶 你还恬不知耻的 今天居然还敢出来看记者会 说什么你们清查过了 府方里面官方里面 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炒股票 他妈的你说没有就没有啊 要不然你把这些名单 交给民间老百姓 或是交给其他的司法单位来查 凭什么你说就算 我合理的怀疑 你根本就是公然护航 要不然你就叫检掉单位 或是成立一个独立机构 或是成立特征组去查这些事情 要不然你讲什么废话 老子都不会信你 还有台湾的检调以及司法单位 你们人是全死光了吗 为什么这么明显的 护航以及炒股票动作 你们查都不查 问都不问 看都不看 天天只会配合菜马桶 打压言论自由 用色违法 用反渗透法 去破坏那些批评菜马桶政府的人 难道你们是跟菜马桶同流合污吗 还是我也可以合理的怀疑 其实炒股票这件事情 你们也是有份 要不然为什么这么明显的违法事实 你们通通装死 问都不问 查都不查 到最后 要是连司法都没有办法 对民进党这种货无殃民的暴行 做出任何处置 以任何矫正的办法的话 那我只能说 台湾老百姓除了革命以外 要是再继续沉默的话 那就让自己一步一步的 沦落成为比中美洲 以及菲律宾都不如的鬼岛 到了那个时候的话 那就一辈子也不要想再翻身了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谢谢各位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